很多家長都會問說 孩子齒裂不整齊的話 要什麼時候開始做矯正才是最佳時機呢? 一定要等全口換完牙才可以做矯正嗎? 根據美國齒二矯正學會的建議 其實孩子在7歲左右 就可以做第一次的評估哦 之後再定期追蹤觀察 因為7歲的時候口中會有一些已經長出的成人牙 可以先讓牙醫師初步的判斷 孩子的咬合是否正常 那有哪些情形可能會需要提前做矯正呢? 舉例來說像是前牙或後牙的錯咬 前牙開咬 下顎歪斜 還有乳牙過早的脫落 牙齒萌發受到阻礙 另外還有一些孩子有不良的口腔肌肉習慣 像是吸手指 抿嘴唇 吐舌頭 口呼吸等等 也會影響臉型跟咬合哦 我們今天就先選兩個常見的問題來說明吧 首先是錯咬 正常來說 上顎的牙齒 會咬在下顎的牙齒的偏外側 如果有反過來咬的情形 也就是上面的牙齒咬在下面牙齒的偏內側 那就要看是否是單純牙齒不當的角度和咬合所引起的 還是我們齒列坐落的地基 也就是我們的上下顎骨之間的關係 不和諧所引起的呢 若是單純牙齒角度的不理想 上下顎骨關係還算正常 那我們就可以先矯正錯咬 避免對對咬牙的咬合傷害 像是牙齒動搖 牙齒萎縮 以及牙面不當的魔號 另外還有可能伴隨下巴咬歪偏向另外一側 久而久之會變成臉型不對稱大小臉這些情形 第二個是不良的口腔肌肉習慣 影響牙齒排列不單只有遺傳的關係 還有後天的因素 很多研究報告指出 兒童的吞咽呼吸方式不當 還有其他口腔不良的習慣 也會造成咬合不正喔 人的牙齒只要一天受到超過六個小時相同的力量 就會產生明顯的移動 例如長期吸手指或是吐舌頭 會造成前面的開咬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是現在鼻子過敏的孩子很多 無法好好用鼻子呼吸的代償結果 就是用嘴巴呼吸 這樣子的呼吸會讓舌頭持續處於低位 夾肌也屬於低張力的狀態 也就是嘴巴常常開開的不太閉起來 這個習慣若是持續太久了 就會產生齒裂不正像是爆牙 臉型也可能越來越長 從側面看下顎骨會越來越後縮 這個效應在兒童時期就可能會顯現出來喔 因此如果我們在適當的時機介入 把握生長期的成長優勢 加上改正不利的習慣 就可以讓孩子的發育更加的和諧並趨向正常 如此一來還可以簡化以後後續的治療 在某些案例甚至可能不需要再第二次治療 許醫師建議各位爸爸媽媽 在孩子7歲左右就可以做第一次的矯正評估 把握孩子還在生長期還有可塑性的優勢 阻斷不利的條件 讓孩子的顱顏面部與口腔環境 盡可能的往正常的方向發展 可以減少未來再次矯正 甚至手術的機會與難度喔 請趁機 我們來記錄 不好意思 今天就寫下 我們必須說